花蓮戰備跑道一片靜橋橋 漢光四十無劇本演習 第二天碰上凱米颱風 發布海上警報 原理早上空軍F-16等三型 主力戰機將執行空中 戰力演練 以及熱加油的操演 因為天候狀況不佳 臨時取消 而這次漢光演習 主打實戰化 考驗國軍的臨場反應 今天凌晨縣兵指揮部 就在橫跨新電溪的華翠橋上 穿著迷彩服全副武裝 拿著槍進行模擬演練 整齊的蹲一排 瞄準遠方實施橋樑 檢管及錯假訊息處置的演練 模擬戰爭時 民眾受到中共認知作戰影響 以及有民眾以家人 在臺北市醫院為由 要強行過橋時 官兵的反應作為 而這次主打不按表操課 而是待命等待指令 必須一接或指示 就馬上動作 但也因為沒有安排攻擊軍 以及官兵擔任民眾的角色 造成在演習過程中 出現部隊官兵對著空氣喊話 開牆射擊 以及壓制的情形 另外提醒民眾注意 前一晚演習 才發生民眾開車撞上 雲爆裝甲車的情況 陸軍六軍團就表示 將強化官兵演習期間的警覺 尤其是夜間道路行駛的安全風險管控 以免類似的突發意外再度發生